等了好久 终于下雨了 白蚁大军也出没 宜兰一家便利超商 昨天涌进了大量的白蚁 数量多到让网友直说 真的是密集恐惧症要发作了 而最辛苦的莫过于超商店长 不但要驱赶白蚁 还得保护熟食区的商品 彻夜打扫 直到隔天早上才将白蚁驱离 走进超商 赶紧有明亮的环境 让民众可以安心挑选商品 不过若是开门见到这样的景象 你还敢停留吗 满地白蚁在地上低空飞舞 数量多到数不清 有民众到宜兰的一间超商购买商品 刚好撞见大量白蚁出没 吓得她赶紧录下这惊人的一幕 我妹大概是七点多的时候 晚上七点多的时候 有到那个Seven里面去买东西 当时就有看到一些少量的飞蚁 然后那时候也有看到一些 就是那个店员啊 就是拿沙虫器啊 在驱赶还有倒把 在那边想要把她赶走啊 然后后来因为八点多我又去 她就看到我那个飞蚁的量更多 看到的网友纷纷留言 密集恐惧症发作真的好恐怖 不过也有网友高兴的表示 就要下大雨了 真希望雨能快点来缓解台湾悍象 这个时候潮湿多雨 然后又温度高 所以也是就是适合白蚁 耗发的季节 那白蚁它也有趋光性 所以只要周边有一些逆时的来源 它白蚁就会很快的会群聚 由于白蚁的趋光性 明亮的超商就成了他们首要的聚集地 网友对于这样的景象 则的称奇 不过可就苦了超商的店员 得彻夜清扫白蚁 直到隔天早上才将他们全数驱离 记者李克燕一览报道